三隻帶骨牛小排放上牛尾巴 再鋪滿溫體牛肉 接著澆滿熱湯 重達15公斤巨無霸餐點 號稱是全台最大碗牛肉麵 底下有滿滿寬板皮帶麵 一碗賣5800元 但一小時吃完不但免費 還能領獎金5800元 才剛推出就吸引大胃王來搶錢 這應該是我目前 挑戰過最困難的一個 要吃完4公斤的固體 所以應該還是會滿飽的 來自台南業者的突發奇想 超大根帶骨牛小排得炸過 再滷過 再燉一天以上 其實大約是6到8人份量 最後大胃王宣告挑戰失敗 我們台南本身就是牛肉的重症 所以說我就盡量把牛肉 化為到極致 我覺得看起來很好吃 可能會幫我先生報名 吃不下了 這麼多 客人吃不下 業者倒是賺飽飽 換到另一家牛肉湯店 主打每日配送溫體牛和湯頭清甜 頻率是晚上才開店 不過假日不一樣中午就營業 吸引外地遊客來領略 一次就是在新竹吃到旺盛 因為我們假日台南的觀光客遊客都會很多 所以我們就是因應這個商機 隨著早年吃牛禁忌逐漸改變 國人吃牛數量越來越高 牛肉餐點百家爭鳴 業者現在各個想破頭出奇至勝 從拼大碗到拼營業時間 八大新聞連續林博志 綜合報導